大家好,我是小安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是不行 如果你还在卫生上都有的脆肉脂肪而烦恼的 那么今天这个带餐饮 冬瓜家一饱 收藏起来试一试 喝两天你会发现 腰细啦,大肚腩没有啦 腿也瘦啦 夏天想要减肥的,你就吃它 效果给力 不介绍不运动 抵持任何的减肥药都要管用的 准备一小块冬瓜 夏天就是吃豆腐的好季节 这个季节冬瓜呢 清脆爽口 吃水又多,又有营养的 并且是食粮蔬菜 睡衣还是不错的 吃冬瓜能够帮助减肥的 因为冬瓜的水分是比较多的 吃冬瓜可以淋尿 冬瓜汤的脂肪比较低 喝冬瓜汤 可以增加饱腹感 避免其他食物的摄入 对维持能量平衡 促进脂肪吸收 促进脂肪代谢 分解代谢 能有积极的作用的 加上可以提高减肥的作用 冬瓜中还有一定量的生物质 能够调节脂肪代谢 对于促进脂肪分解 提高效率同样有很好的积极作用的 冬瓜中 富含一定的矿物质 维生素 矿物质和维生素 构成了体内多酶的 辅酶原料 通过我们吃冬瓜 能够为机体补充维生素 矿物质 促进酶和辅助酶调节能力 减去体内过多的脂肪 冬瓜中还有一定的膳食纤维 可以吸水膨胀 进一步的增加饱腹感 对维持能量 平衡状态 促进脂肪的分解 来到很好的效果的 营养是比较全面的 所以减肥期间 可以把冬瓜弄到主食吃 喝冬瓜汤 或者炖冬瓜菜都不错 每次吃冬瓜 大约是100克就可以 不需要太多的 我们把冬瓜切成小块 准备一小把的黑木耳 放入小碗里面 加入温水浸泡一会儿 把木耳泡开 准备适量的西红柿 大的准备一颗 小的准备两颗 吃西红柿能够帮助 辅助减肥 避免吃水辣的食物的 西红柿是一种常年的 第二样的蔬菜 每100克西红柿的热量 大约只有19000卡 吃西红柿 有助于控制饮食渗入 而且西红柿 还可以为机体补充能量 补充营养 补充饥饿感 有助于缓解便秘 吃西红柿能够帮助减肥 西红柿还有的苹果酸 柠檬酸等酸性物质 容易刺激胃酸分泌 如果吃过西红柿 导致胃酸分泌过多 可能会引起胃痛的 如果不能吃的西红柿 朋友们就不要吃辣 尽量少吃一些 不利于健康的 减肥期间 我们吃一些 低卡低量的水果 像西红柿 黄瓜都很不错 怎么睡都不会发泡 并且有助于瓜油去植达 滋养我们的身体的 西红柿的维生素材料 是比较丰富的 吃西红柿还可以补充维生素 燃养又全面 我们用温水泡沫耳 几分钟就可以泡好的 吃沫耳可以减肥吗 答案是可以的 沫耳通常是所有人都可以吃 不会导致身体出现发泡的症状 也要是更高一些的 沫耳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吃一些沫耳可以帮助减肥 沫耳低卡低热量 我们少吃一些其他的食物 吃一点沫耳代替 还是不错的 能够瓜油去植 减重 沫耳中含铁 是各种荤菜里面 铁量最高的一种食物 吃沫耳能够美容助盐 使皮肤红润光泽 容光焕发 并且能够治疗缺点性的贫血 沫耳的阴阳比较丰富的 能够促进肌体的免疫功能 增加抗病的能力 防止疾病的清洗 准备几颗湿的香菇 也可以用甘打 大约2-3朵就可以 吃香菇含耳的氨基酸比较丰富 其中叫做的是 赖氨酸 金氨酸 能够提供人体所需要的氨基酸打 香菇能够有效的增强身体的代谢 促进各种营养素的消化还有吸收 可以有效的减少脂肪的堆积 香菇富含的膳食纤维 能够加强肠胃的蠕动 粗硬糖尿的毒素排除 有力糖尿的健康 并且能够帮助减肥 减肥期间 我们吃香菇是很不错的选择 香菇的营养比较多 海干量更丰富 而且还有粗纤维 我们吃香菇可以消化食物 还能够增加饱腹感 增加其他主食的摄入 营养又全面的 香菇富含的零元素 钙、铅、铁 都是比较丰富的 香菇是想要补钙的 也可以吃香菇 达到很好的补钙效果 香菇是一种菌类蘑菇 营养比较丰富 要比其它的蔬菜营养更高 而且低卡低热量 无论是香菇直接烹饪吃 或者涮火锅都很不错的 要以清淡主食为主 这样能够更快的瓜有趣质 达到减肥的效果的 营养均衡 控制也不错的 抓拌抓拌 把香菇清洗干净就可以了 香菇切成薄片 西红柿改刀切成小块 我们把准备好的食材 倒入锅里面 不需要放油 不要放其他的调料 这样可以更加的清淡好喝 倒入清水 直接焖煮三十分钟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这做事情不容易 请您发达的小手 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 多少钱您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温热至食材软烂 我们加入一勺盐 再一点生抽调味就可以 调味简单 这样盐分少 出来更加的健康 能够更快的瓜油去脂肠 营养美味 又好好的减脂餐煮好了 这样做好的减脂餐 鲜蛋爽口不油腻 想要减肥出生的朋友们 瓜脂肠 收藏起来试做一下 真的很不错 又能够补充营养 还可以补充饥 第一个加油食材都是低卡低热量 减肥的好食材 精油食材搭不到一起 效会更快的 能够很好的染脂 瓜油 对我们减肥很有帮助 清淡爽口不油腻 没有放入油 只放入一点盐 还有生抽调味 酷感也比较鲜美 好吃的 水也是可以喝的 营养好喝 特别的鲜美 这样做好的代餐饮 坚持喝长一段时间 你会发现了 大度难不见了 腿也细了 身体被称了很多 减脂 减肥 又瘦身 真的是特别的给力的 我最近自己在喝的 喝了几天 大度难真的是不见了 体重瘦了好几斤 特别的开心呐 想要减脏瘦身的朋友们 收藏起来试做一下吧 晚上不要吃饭 我们吃上一小碗就可以了 饱腹感又强 还可以补充营养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视频对有所帮助 请您帮我点个赞观众一下 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们吧 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朋友们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 视频的来更新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